把乌克兰的弹药送给以色列 美国这个模样如何与中俄同时开战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那么从俄乌冲突开始到巴以冲突之前 我们说乌克兰是世界的中心也不为过 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围着乌克兰战场转 斯莱斯基可以说是振臂一呼 西方世界的各种援助就来了 但是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乌克兰可以说瞬间就失宠了 甚至开始轮到乌克兰来援助别人了 最近根据观察者网的报道 有多名的以色列官员就透露出来一个消息 美国已经答应以色列计划向以色列提供数万枚的弹药 那么美国答应向以色列提供弹药 这件事情不足为奇 大家都清楚两国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有意思的是 这批弹药的来历它不简单 那么按照以色列官员的说法 这批弹药原本是美国打算交给乌克兰的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美国认为以色列更需要这批弹药 所以就要把这批弹药转交给以色列 而且以色列的防长最近还发表声明称 将很快下达进攻加杀的命令 所以不能排除美国的这批弹药 是为了以色列即将展开的攻势而做的一个准备 但是这个决定对于乌克兰来说就非常的难受了 我在巴以冲突刚刚打起来的时候 就在节目里面说过 巴以冲突升级其实最难过的肯定是乌克兰 而那个时候 泽连斯基其实也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所以在巴以冲突爆发之际 泽连斯基就公开的呼吁 美西方盟友不要减少对乌克兰的关注 乌克兰也十分的需要援助 那么特别是现在这个冬天已经逼近了 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 时间将站在俄罗斯的那一边 这个是泽连斯基当时发表的一个言论 那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行为 我们就知道 泽连斯基的这个呼吁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美国明显是让泽连斯基自求多福了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的各路高官最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那就是美国非常的强大 可以做到同时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 那么美国这个防长奥斯丁还声称 美国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 就像边走路边搅口祥堂一样的轻松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国的行为 和这些高官的豪言壮语 明显是一个不匹配的状态 不仅如此 美国最近还有一份报告声称 说美国可以同时与中俄两国开战 那么就连普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都是忍不住要吐槽 认为是有这种想法的人 明显是脑子有问题 那么如今美国的裤腰带 已经是勒到紧的不能再紧了 给了一边另外一边就没有的这种地步了 那么就不得不让人怀疑 美国说这种同时和中俄开战 这种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就我个人的想法 实际上这句话 他可能一开始就不是对中俄两国来说的 而是对谁说的 是对他的西方盟友来说的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洗脑 那么之前实际上有一个著名的反华议员 叫做格雷厄姆的说过 美国停止援务就等于是给台湾地区判了死刑 那么美国在军援乌克兰这方面如果失败的话 那么在未来对台军售方面将同样的失败 这句话乍一看的美国是在表明自己援助乌克兰的一个决心 把援助乌克兰和对台军售给划上一个等号 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在遏制中国这方面 他的丧心病狂的程度是这个举事皆知的 那么说这样的一句话等于是发了一个毒誓 是在告诉欧洲美国不可能放弃乌克兰 不可能放任俄罗斯入侵欧洲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美国的各种承诺各种许诺什么时候有用过 那么就像当初美国是信誓旦旦的告诉全世界 他们不可能放弃阿富汗 结果呢 美国跑路的时候那个速度是让人瞠目结舌 美国发誓的时候都气势很足 美国跑路的时候速度也是真的一个快 主打的就是一个以假乱真 那么从阿富汗撤离到这个黎巴嫩冲突爆发 从巴以冲突爆发再到美国国会 冻结原污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美国一直在避免一个多线作战的状况 要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一个地方 那么在面对这些小国的时候 美国都是如此的谨慎 那更何况是面对中俄这种世界大国呢 所以美国说要同时与中俄开战的时候 实际上或许就是美国要从欧洲跑路的时候了 好的 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